我是在小鹏这里买了一款车 然后但是呢 他给我们签的合同呢 是涉嫌报忘条款 陈先生介绍 2019年 他在小鹏汽车杭州大跃城旗舰店 买了一辆车 目前门店已经搬到了杭州捷柏这里 更名为西湖旗舰店 先可以跟我讲一下大致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这边不是特别了解 你们是不是从大跃城那边搬过来的 我们是从大跃城那边搬过来的 那就你们了 陈先生介绍 2019年的购车合同上 有两个条款 他认为不合理 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后 今年2月4号 杭州市拱束区市场监管局 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涉及到购车协议中的两个条款 其中一条是 如果双方为协商一致解决该争议的 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 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 这违反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管理办法 属于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 排除消费者就格式条款争议提起诉讼的权利的违法行为 此外还有这么一条 您同意法院仲裁机构 小鹏汽车以快递形式寄送各类文书文件时 以寄出之日作为送达之日 不论投递结果为拒收 投递成功或不成功等 市场监管部门认定 这一条款 违反合同违法行为监督管理办法 属于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 免除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的违法行为 那这两年 被市场监管认定为霸王条款 然后被罚了人民币一万元上缴国库 陈先生介绍 当时小鹏汽车杭州大跃成店的州店长 目前已经是浙江区域的负责人了 他当场联系了对方 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第一个向全国车主签违法合同的车主 霸王条款车主道歉 第二个呢 重新签订合法合同 我们现在所用的合同 全部都是按照咱们浙江的这个 对啊 你杭州的使用啊 比如说上海的呢 北京的呢 广州的呢 我手上都有这几个地区的合同啊 你们现在还在用他们 用以前的违法合同 国家的法律是在全国通用 难道只在杭州通用吗 我这样行不行 如果您这块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比方说你刚才 我没有其他问题 我就两个诉求 我是188的记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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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合同都是 都是按照咱们这边备案要求的 并且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 拿到2022年了 然后刚才他说的几个问题 比方说什么全国其他这些地方 我也确实没办法回答您这块 陈先生介绍 目前小鹏汽车购车协议中 凡是浙江区域的 都已经去掉了那两个条款 但他收集到的 其他地区的购车协议中 那两个条款还在 之后小鹏汽车公关部工作人员 联系了记者 小鹏汽车公关部承认 今年2月4号 杭州市拱束区市场监管局 的确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时是收到了这个信息 同时我们也积极的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这边的调查 而且我们也接触了相关的处罚 也进行了一个整改 后面的浙江地区的合同 都是这样的 那浙江之外的区域呢 浙江之外的区域 它是不需要跟浙江 校保委进行备案的 所以就还是我们统一的一个官方合同 但是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那换句话说那两条 他认为不合理的条款还存在了 记者把对方的说法 反馈给陈先生 陈先生认为 明明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认定那两个条款是违法行为 对方却以浙江以外的地区 不需要在浙江消保委备案为由 拒绝在浙江之外的区域 整改这两条合同条款 这是不合理的 他会把情况反映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88黄敬眼记者报道